瑞税乡子弟陈敬才经营企业有成 近年来在清联市的协助之下 每年的税末寒冬 捐赠大批的物资给在地的弱势户 以爱来回馈乡里 也获得了地方五金行老板的响应 共同捐赠物资 而受赠的200户弱势家庭是相当的感动 税末年中企业经营有成的瑞士乡子弟陈敬才 透过了清联寺的协助把关怀弱势的心意 转送到弱势户手中 来 今年快乐 今年快乐 可以吗 可以 热水乡清联寺常年热心公益 关怀社会弱势不遗余力 不仅地方肯定 从事建造企业的子弟陈敬才 感念佛祖大爱 伸手感召 除了结合华山基金会瑞瑞天使站 捐助独居长者 每年岁末年终之际 也不忘借由瑞士清联寺 捐赠爱心物资 十多年来始终如一 常年受赠的200户若是家庭 各个感动 频频致谢 我们代表那个历尽工程的 陈敬才 陈董事长 感恩佛祖的保佑 也感谢青年室主委 副主委 还有所有代表的帮忙 能够让历尽工程 陈董事长的爱心 能够在我们的瑞瑞乡里 继续来施行 来流传下去 那其实物资是小小物资 但是我们有大大温暖的心 也希望陈董事长的爱心 能够分享给每一份需要的人 如是向子弟纯敬才 关爱社会弱势 会馈箱里重不间断 主委陈辽安除了感谢 也欢喜表示 今年在地一家 五金行老板也深受感动 共同响应企业之爱 捐赠物资 加入关怀社会弱势的行列 所以今年的民生物资非常丰富 大约总共加起来都超过二十几万 那我们都希望 本乡的弱势团体 都能够在这个时候 得到一点点温暖 那青年市也会持续的来协助 来对我们弱势团体 无论是在春节 或者是在其他时间 只要我们认为他需要帮助的 我们都会尽全力来帮助 这些弱势团体 爱心不设限 转正企业爱心的清联寺 以向公所中低 以及低收入户 总共两百户受惠 而随着年节将至 主委陈辽安也欢迎大家 前来清联寺点光明灯祈福 在佛祖大爱必有下 大家都能平安喜乐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 再次展览面 小coll 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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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费